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这一招 它很实用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它的安全性也很高 那一集老师有说要叫我们一个小蜜招 这个小蜜招 这个是年轻人应该比较知道 跌超过1000点的状况下 那大概都会造成 短暂的恐慌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金融市场上面 捡一些便宜 什么叫捡便宜 就是我们去金融市场去卖东西 这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 VIX 这个在国外 其实它是把它很简单的翻 哈喽 欢迎大家收看 吃破聊财经的第12集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Vivian 欢迎我们主角陈柏老师 哈喽 大家好 对 已经来到12集了 好快喔 而且我刚才那个导播 准备在做到开录的时候 我想说其实我们蛮厉害的 我们来什么都不用讲 然后坐着就可以开始录了 对 已经默契到一个点 不用搞 不用蕊什么都不用 对对对 挺神奇的 那我今天要吃的是 这个是章鱼烧 这个算什么美食 夜市美食吗 其实因为我们要中秋节了嘛 就这个星期五 所以这算中秋美食 对对本来我们是想要点烧 可快想一下 好像这个时间应该没有 OK 好 那我们就点章鱼烧 来应景一下 那这一家呢是叫 名食章鱼烧 名食章鱼烧 对对 那我们今天点了四种口味 有原味的 然后蜂蜜芥末 沙拉酱 这个是熔岩起司 好丰富的那个 的一个夜市美食 对对对对 看老师想要吃哪个 可以试试看 我要吃蜂蜜芥末 哎哟 他有默契是不是 你想吃这个是不是 他会想要吃看这个 你刚才录影前 我有先问好 那四个是什么味道 然后先锁定一颗就好 而且老师都猜中了几乎 只有这个没猜中 对只有淘淡沙拉酱 没错没错 这东西是真的超热热吃的 因为热热吃的它外表会比较酥 它可能放的一点冷 所以它的那个 外表是变成是一个比较 那个面粉已经全部都沾在一起了 但是我纯粹就味道来讲的话 还是很好 但是说的它口感 以目前的这个口感来讲 没有很好 就整个 它整个混在一起 有点像 啊 其实不会把它想成 沙尿牛王 我觉得就太不错了 沙尿牛王不知道 没力度耶 它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国片 叫石神 它就是 那个东西的口感 可能不会到太好 它有一种把所有东西都混在一起 味道全部都混在一起的感觉 原来 对对对 所以 口感不好 但是味道很好 味道还不错 对对 因为我们这一家听导播说要排一个小时才可以买到 这么一个小时 差不多三点半一个小时 就两点半就开始订 最近高涨两点都出去了 是不是 哈哈哈 先订先订 先订 好先订 对 因为要等人很久 导播辛苦了 对对对对 好那 老师要给多少颗香菇 今天的 这个我这个给四颗 因为少了热度 对 他如果我相信他如果有热度的状况下 这肯定五颗 结果我看本来现在给三颗 但是导播排队排这么久 他现在给多一颗 太辛苦了 那我们今天的比如说 因为我们上次有聊过选择权 没错 相信大家 如果还没有看的话 请大家先看前面的两集 我们聊的选择权 没错 内容再来看这一集 可能会比较更加清楚 对 因为刚好第一集 从最前的买班开始聊 规则开始聊 然后到第二集的卖邦 对跟风险控管 哎呦你还记得 厉害 当然 而且完全知道重点在哪里 厉害 厉害 今天像老师上 上一集老师有说要叫我们一个小蜜招 到底是谁叫小蜜招 这个小蜜招 这个是年轻人应该比较知道 叫如何检丝 检丝 去叠店的 哈哈哈 那我们不去叠店 我们去 我们去选择全市场检丝 就是在一片这个冰荒马乱之后 背盘狼藉之后 这个就是在 什么叫金融市场的这个背盘狼藉 就是说来到一个 尤其空投市场的时候 会有对 会杀声连连 他是一个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形容金融市场 是一个看不见烟消味的一个战场 对他没有枪声没有刀声 没有在那边杀爱杀去的声音 但是那个苏钱的那一帮的人 其实他的这个心中的哀鸿遍野 其实我相信 不比战场上面还要更更轻松 对 所以说什么叫空投市场 就譬如说跌300 你看如果看到市场上连续的下跌 譬如说一天跌300 跌400 跌300 类似这样子 大概三天左右的时间内 如果我们的大盘指数有跌超过1000点的状况下 大概都会造成短暂的恐慌 对 那短暂的恐慌的状况下会有很多人会急于停损 或是这个慌慌张张停损的会很多 那那个时候市场上面的这叫恐慌性会很大 那恐慌性很大 但我是尽量不想讲专门名词 但是选择选他不讲专门名词又不行 在恐慌的时候他有一个英文字叫做VIX VIX VIX 这个在国外其实他是把它很简单的翻译成波动性指数 对 VIX越大的状况下就代表波动性越大 VIX越小代表波动性越小 那在金融市场上面只要波动性大的状况下 不管任何商品它的价格理论上都会开始狂飙 开始往上狂飙还是往下狂飙 就这样子而已 好 那我们台湾人很会翻译 我们台湾人把这个波浪指 把这个波动指数把它翻译成恐慌指数 对 那好 那恐慌指数的状况下 那我们上次有讲过这个选择选择有两个商品 一个是COLA 一个是葡萄 对 好 那COLA是属于比较偏多的这个商品 对 然后葡萄是比较偏空的商品 对 好那指数如果恐慌性的大跌的时候 叫做又有波动性 然后这个指数又大跌的状况下 那是不是这个COLA做多的这个商品的价格 理论上会开始狂跌 对 那另外一边的葡萄 就会升 对 而且会大涨 会升得很离谱 好 那一个叫做这个COLA 价格下跌 一个叫葡萄价格上涨状况下 好 那这个叫指数大跌之后造成了两个现象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金融市场上面捡一些便宜 什么叫捡便宜 就是我们去金融市场去卖东西 那卖什么 比如说刚才讲的这个COLA变得很便宜 然后葡萄变得很贵 如果GNVP的你要卖东西的状况下 你要去卖那个很贵的还是卖很便宜的 当然是卖很贵 对 当然是卖很贵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金融市场上面去卖葡萄 去卖葡萄 没有错 然后卖葡萄的状况下就是它当下很恐慌 所以造成恐慌性的上涨 这个葡萄这个商品恐慌性的上涨 那一旦上涨的状况下 常常跟大家讲 常常会涨过头 对 会涨过 它的价值可能就100块 但是因为市场上恐慌性太大 造成它价格涨过头 可能比如说涨到500块 涨到600块 在状况下 你这个时候去卖这个高估的商品 我跟你讲正常就一天的时间就好了 今天卖完之后隔天就可以大丰收了 它可能你卖600块 隔天它会瞬间回到它原本市场上面给它的最冷静的价格 那个价格就回到100块 那你卖600 买100回来 瞬间中间的价格 它就可以赚到500块 所以它的报酬率随随便便 一天两天的时间就可以赚超过40% 50% 好多欸 对 非常非常多 但是它用这一招 虽然说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 但难在什么地方 难在你要知道市场上什么时候来到极度恐慌 我刚才讲一个很明确的定义 三天的时间内 只要大盘指数连续性下跌超过1000点 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迹象 就好像我们你刚才讲的去到夜店 看到一群年轻人都喝蜂儿 然后音乐结束 那个状况就好像金融市场所谓的三天跌大千 跌了这个上千点的状况 就是警铃声遗响 但是大家就是该回家就回家 然后喝醉就躺在那边准备被剪 对 然后我就要很冷静的去看到哪些人还清醒 你不要去剪那个清醒的 你不要剪那个装醉的 夜店啊 酒店一堆有人在装醉嘛 装醉看会不会有人被你再来剪 那你不要剪那个装醉 你要剪到那个真醉的 才有收益 因为你装醉的常常他就是可能平常是没人要约的 所以他可能化妆 你剪的时候是那个样子 然后剪回去 奇怪怎么洗完澡 就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 他剪那个真醉 所以什么叫真醉 但是在金融市场上面 你有时候看到大跌400点 大跌500点 你就很急着 赶快去卖这个所谓的葡萄 但是他金融市场 并且还没有真的很大跌的恐慌产生 你就急着去剪 这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 那个时候反而去卖的葡萄 你今天卖300 他可能隔天涨到600 那你如果要买就要用600买回来 那你看你卖300 买600回来 那你就赚还赔 是赔钱 你是买贵的 然后卖便宜的 反正中间又赔了300点的差价 对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说 你要有一个极度大的耐心 因为说这台湾的指数 要在三天跌1000点的机会 老实讲真的不太高了 譬如说20 今年是2022 2022目前今年还没有产生三天大跌1000点的 那去年 去年一整年也才产生一天 一整年才一天 对 三百六十五天 里面只有一天是有这个曾经大跌过 超过1000点的 三天之内 对 所以说变成说你要知道 其实这个要产生几率很低 那换句话说你要有极大的耐心 一直等 每天看金融市场 然后每天等 等到那个状况产生 你再出手 了解 所以说金融市场上面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获利是等待而来的 其实这个套在金融市场上面的 这个选择权的卖方市场 其实它也是一个很具体的象征 你真的什么都不用去看 你也不用去管 目前金融市场上面消息满天飞 你都不要去管它 你就是静静的守在你的荧幕前面 然后看到指数 跌300点 跌400点 可能会产生了 但这时候心不忍己 譬如说今天跌300点 明天跌400点 是不是跌700点了 这时候已经感觉鱼快要上来了 但是如果第三天跌200点 但是三天加起来就是跌900点 对 还没跌到1000点 大家要不要出手 当然先不要 对很好 像你就是 你就可以很 还是犹豫一下 但是你的心可以很静 可以很冷静 也很随便判断出这样子 因为你是局外人 但是这个人都是这样 当局者迷 当你进入这个金融市场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个实际这么难得 就差那100点 成果老师说三天要1000点 大家已经三天 已经有900点了 我先去偷偷看看好了 就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因为他会觉得机会难得 所以我就说用这一招的人 你要具有极大的耐心 其实金融市场上面 包含我们今天聊的选择权 其实甚至包含很多 在股票世界有很多招式 其实你只要很耐心的一直等 就等到那个状况产生 其实出手机会 那个胜率都趋近百分之百 只不过那个股票世界更久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这个选择权 可能一年还可以等到一次 股票世界里面有可能 都需要等三年等四年 才可以等到一次的 牛郎之女 牛郎之女 七夕 一年等于是在雀桥上面约会的 对 所以我说这一招 你知道要非常非常有耐心 但是耐心 会给你的这个成果 我觉得会往往会很丰硕 会很甜美 但是就差别在于说 你有没有这个耐心的 对 所以我说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这一招 他很实用 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他的安全性也很高 虽然说我们上个礼拜也提到了 选择权的卖方的风险是极度大的 但是唯独用这一招 我跟你讲 这招我在金融市场已经这么久了 如果只要产生三天 这个大跌超过1000点的 你只要去金融市场上面去卖这个葡萄 专业术语叫做Sale葡萄 去卖这个葡萄的状况 这个胜率趋近百分之百 而且他风险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说 对 所以我在这边提供这一招 给大家 有耐心的你们 如果可以等到那天 就安心出手吧 OK 你今天非常感谢陈寶师 跟我们分享的这一个就是 其实还是要很注意安全 如果做选择权这个项 尤其选择权的卖方 对这商品真的是蛮危险的 是要大家注意一下风险的控管 风险摆第一 那如果你有耐心的 可以等到那样子的状况出现 就好像今天的这个美食 这个倒不快 你就要排到排一个小时 还半小时 一个小时 耐心的排到一个小时之后 肯定会有美食会上来的 一样金融市场一样 没有错 好 那我们今天谢谢陈寶老师的分享 我也谢谢 那如果想要看更多 我们想要分享的一些时事的话 大家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没错 好 那我们下集见 没有问题 好 拜拜 好 镜头前面的朋友 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成为交易赢家的话 陈寶老师有一个著名的课程 叫做古奇交易实战班 那对这个古奇交易实战班 有兴趣的朋友呢 欢迎收看下方资讯栏里面的连结 他可以去报名参加我们的清学堂 听陈寶老师现场为你讲解 当然如果你想要有这个马上 有真真小编帮你讲解 这个更详细的资讯的话 加入古文官子理财私俗的官方Live 有我们真真小编马上为你解说喔 那喜欢我们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喔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